三比课小学分为三班制 如果以鲁萨卡小学为例的话 就是早上中午和下午 但是这学校资源本身就缺乏 又遇上风灾 让学生的权益是严重受到影响 风灾过后 鲁萨卡协议小学的学生 已经在户外上了将近两个月的露天课 以树荫为定与大自然共学 一旁的拉妹高中学也连带毁损 残破的屋檐就是风灾无情的痕迹 只是与学校目前的经济条件 想在短期内重建恐怕是难上加难 孩子的教育不能等 此期志工开始拜访受灾校园 发现学生最缺的 不仅是一间设备完善的教室 看看孩子手中紧握的笔记本和书包 那是求学的渴望 于是志工送来了三千多份的礼物 由老师代为接收 未来从国小到高中 每个人都能拥有一套专属自己的文具和书包 他们的校色不但毁损 那小朋友也很需要帮助 所以我们就送来了大家的这个爱心的文具包 有书包还有文具 希望也让大家知道上人的一念悲心 小朋友能够回到学校 能够继续认真的爱读书 发放活动结合词记原文 志工特别安排奉茶 还让学生为自己的父母洗顶双脚 而这样的举动对这些孩子来说 从没想过 更从未做过 我们听in下的语言 當教育翻轉了所有的不可能 也讓這一群孩子 帶著慈禁人的愛 走向新的開始 大愛新聞 女士宣等於中 穆三筆克報導